作为一个自身起装器暴躁老哥 我哪受了这委屈啊 只要这那时候敢闹我 我就敢一起给他吹来 但是还是不够解气啊 这能砸的不能砸多 再给他砸两下 这一次啊 我撤了一个拆切工啊 手里这锤子就是我的饭碗啊 铁锤猛归用啊 就是没放到几个钱 看我这拆迁工厂的环球知道啊 这日子真的是接不开锅了啊 本以为这邮件呢 是给我来点活谋生啊 没想到当时告诉我 前一天拆的是个文化古迹 被政府通缉了 犯的记录都留在一个工厂里 要回去偷电脑 还有这种事儿 没关系啊 有活就行 这个做小偷呢 我以前也是有前科的啊 侦查地形呢 是有三处小偷 作为一个有基因的小偷啊 这个带灯的东西呢 肯定是被我捶烂 这屋子蒙锁了进不去啊 而且材料挺坚固的 锤子拿它没有办法 但是我看到 这不明摆了宝宝屋里请吗 轻轻松松啊 翻越进来一看 这么小一个房子 这么豪华的装修 再想想我那破烂的工厂啊 等我意思吧 直接给它锤了 呦 这不是我的目标吗 拿上 继续 哎呦 我以前还能砸出一点意外收获啊 那这个小房子就别怪我了 除了这台电脑 我得留着 其他的嘛 最后这大工厂也是有讲究的啊 这电脑一看就是放在最高层 这当然也难不到我啊 我锤子砸不到你 我最后办法给你看个口子吧 过来 看吧傻孩子 下次还得再放高点啊 这难不倒我的 任务是完成了 回来看新闻 这不是报道我足利的分工伪计吗 但是再一看邮件呢 钱不给我就算了 还要让我继续帮忙偷电脑 要不是我没钱啊 我铁定给你脑袋 咚咚两嘴啊 重返二方现场 结果这门都锁了 好像还装了报警器 还是那句话啊 以前当过贼 这点小事根本难不到我 我不仅不走这门走 我还要开车直撞 撞随这楼啊 进来以后再捞一笔啊 进转巴斯 美滋滋 看来这报警器还是有点作用啊 那如果我不跑能咋办 我还放点烟花注入信 啊 看起来问题还是比较严重 那怎么办 跑嘛 回来呢 发现多了一个工具啊 试试啊 这什么玩意儿 诶诶 这 这个任务我也帮你了 该打钱了吧 我妈的邮件都来了 说交不起邮费了 什么玩意儿 怎么还要干活 今天不把钱给我 我是不会出宫的 好的 我有如意来到这个码头啊 看起来呢 我自己要催过两个目标啊 我又想到刚刚那个新工具啊 动手 你 既然这个火警预报 还是落了石身杂吧 不过你这家伙不诚实啊 这不就是要我帮你把这个箱子拾成大 说什么杂谎的 害我被抓 这海边的小屋子啊 不管了 直接放火吧 但是聪明如我啊 在这个火警预报独条的时候 我就开溜 快烧啊 快烧啊 目标完成 回家 诶 这一回来就在屋顶上啊 还漏雨 停安坐下这么多次 怎么我这房子还漏雨 我真的带展了吧 啊 吧 B B B